春三月,此味发尘,天地聚生,万物皆荣 指的就是说春天呢,一片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那我们今天来吃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春天一定要吃的 二月二也要吃的,就是咱也叫春盘,也叫咬春 然后这个也叫吃咬龙鳞 其实我们今天来吃的就是春饼 差点没进来,这是多 前面有十三桌 第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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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块钱一对 一对这是春饼,然后还有两张的这颜色,三块钱金饼 刚才出的也烙得真好 你看看,很薄 而且这个颜色有点金黄,就是应该差了点玉面 有可能差了点玉面 所以挺好看,大家会保温,拿这个来保温 拿这个来保温 先放点这些葱 洋葱 黄瓜 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才是今天最难吃的 这个豆芽 春天就要吃葱花芽的豆芽 如果说冬天吃豆子比较多 那春天就要吃这些生发出来的 这些豆芽,黑豆芽,黄豆芽,绿豆芽 特别不错 非常香,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放到 香油麦 鸡丁香油还是什么 香油麦,还有点甜味味 但这也别加太多 要不然这一个卷卷起来就 太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 今天新的尝试 红烧肉 这你说它是红烧肉 其实它不是红烧肉,就是底上肘的肉 因为它就是 鸡丁,还有肉皮 我放点这红烧肉 闻着就特别香 炖的特别香 然后可以放点香菜 然后它为了解腻,你看这里放到这个 这腌萝卜片应该是 是不是酸甜口 就是脆脆的,酸甜的 这就是现在吃,也挺好吃的 你这个什么都有了 这还有这个呢 我就是不会转 转的技术很差很差 转好了,就是像一个大焯鸭鸡丸一样 嗯 嗯 就味的味道 嗯,红烧肉太好吃了 哇 怪不得 现在都一点多了 这还这么多人 这家的军品真好吃 饼皮干爽 然后嚼起来 还有点糯 就有点 面的那个 就是面粉 张力 有点那个 张力,尤其是各种这种 你家的这个 马头多 所以呢 家的菜多 所以就很脆 里边这个 鸡蛋也很香 就是各种 口味 味道混合在一起吧 那你虽然吃完了这一口 就咀嚼完了吧 它还老在里面回味 嗯 我自己想来吃春饼 就是这种饼 咸汁那个 他们家有个筋饼 筋饼 待会儿我也卷了 但是像一般老北京家里 最爱叫的就是这个 就是普通的筋饼 这跟那个烤鸭的那个 还挺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饼 那和约饼有点 有点那个 湿度的 嗯 这个就是超级的 上面好多面粉 也更厚 后两个 后两个 不是这筋饼太油了 所以我来说都 我都咸了 有点害怕 诶 这好饱啊 有点薄如铲翼的感觉 这些有点酱吗 这酱啊 这酱啊真不能多放 咸 不是因为它本身 它本身这些都有滋味了 这个 这肉真好吃 但我也有点不太感的 那时候 你说把这个 炖肉你给炖的过烂了 你这是不是让人吃多少 这肥的你看看 这么香啊 这让人吃多少 这个这个少放 这点豆丝有点炒的 有点尼了 然后又有点咸 我觉得不是 就是北京人爱吃那个 这个有点脆的那个口感 这有点尼了 所以这个扁豆丝少了 所以这个扁豆丝少了 以前其实是自己家里面 自己家里吃的时候 其实可能很少从从从从 就是 主要的就是那个 就是肘 肘肉 还有鸡蛋 还有那个 一般就是有鸡就炒的和菜 就炒的和菜 这个金饼我真是觉得太有了 但是真的还挺厚的 挺漂亮 那有人爱吃这个 有人爱吃这个 那个豆丝里 那个豆丝特别脆 反正炒的时候是放了酥 放了酥了 所以就 调和了这个腻 真的我觉得如果只有这个鸡蛋 和这个鸡蛋肉的话吧 你就会觉得这个太腻了 而且它凉口很多的这个菜 放在里面了 我就觉得正好吃 正好吃 刚才那种是小孩 吃了这个 我也是吃三个或四个 所以今天想吃这些 大眼是这些食物啊 快点吃到 哇看人家那种 你怎么会想吃呢 你怎么会想吃呢 就 就别动 金鸡肉丝和肉 就别动 看哪一辈子 看哪一辈子 真没肚 看下来 对 人家有免费的饭的粥 拌面肉 你挣两辈子 拌面肉 你挣两辈子